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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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收看股市赏国车 我是吴蕊光 今天是520总统赖清德 赖总统的就职典礼 那当然呢 我相信大家在那个时间 一定是准时收看他的演讲的 他在11点演讲的时候 其实我们的大盘 还涨将近有50点 涨了46点 我注意的非常的清楚 然后呢就从他挥手开始 就指数就一路下跌 就一路下跌了 那当然我也知道 在那个时候我应该要做什么事情 所以呢各位 各位我们先看这个地方好了 这个9点 10点 11点 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的时候 我们的大盘还涨了有46点 还涨了46点 然后就从挥手之后呢 就一路下来 一路下来 所以一路下来呢各位 这个地方最低跌了156点 如果加上这个地方的46点 也就等于说 这一段的跌幅 这一段的跌幅 有200点 有200点 然后随机就被拉了上来 那被拉上来呢 当然在这个地方是11点50分 11点50分的时候 谁领军上来呢 各位台积电 2330台积电 所以说在这个地方 台积电今天最低跌到822喔 从赖清德总统挥手的时候 我的印象中台积电就没有 就没有红过 就没有红过 然后呢 就一路下来 然后到了这个地方 跌到了822点 这个是最低 就从这个地方拉了上去 这个地方拉上去呢各位 有两个最大的原因 第一个最大的原因是什么 就是 它碰上了十字线 在这个地方碰上了十字线 第二个呢 是左边这个缺口 这个缺口被跌破了 被跌破了 所以呢 我相信今天的盘式 面子盘的几率是非常大的 对不对 面子盘的几率非常大 那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 各位 5月16号 台股跟台积电都是创新高 了解吗 而且我也在5月16号的节目 在旁边写了一个平安就好 这个是5月16号 5月16号台积电最高是856 我们看一下台股 那台股的5月16号呢 5月16号最高是21515哦 21515 所以今天这个地方 留下了一两百点的一个下影线 那台积电 在这个地方来讲的话 它碰到了十字线 然后呢 也把这个缺口呢 顺势呢 做再做一次的填平动作 但是今天是跌破左边这个缺口哦 各位这样看的比较清楚吧 是跌破这个左边的缺口哦 所以说它没有拉上来的话 如果台积电没有拉上来 这个面子可能就真的是挂不住了 而且整个盘市我相信 卖压会越来越沉重 那是不是也有很多人 把520看作一个多空的转折 转折日 那不晓得 但是呢 我们手上的股票 才是决定我们财富的盈亏动作 所以我们要守住守好 不是说今天我们 做的是现货看的是指数 然后指数在涨的时候 我们希望它也涨 那指数在跌的时候 我们希望我们的股票比指数还强 各位这样就想的太多了 一定要务实一点 一定要务实一点 所以今天该卖的时候就是要卖 那今天呢 在这个地方的时候 我也卖了很多股票 今天我在这个地方就卖股票了 在11点初的时候我就卖股票了 然后我看它就一路下跌 一路下跌 不管是我们指数一路下沙 期货一路下沙 甚至2330台积电一路下沙 但是呢 又涨回去 又涨回去 又涨回去到这个地方 今天我们呢 搜盘小涨了13点 小涨了13点 所以假设如果今天从11点到11点50分 这50分钟来讲的话 到底多空 会让你感受到什么样的一个答案 我相信这个会比较重要一点 但是不管如何 在节目上呢 我如果看到哪个产业不太OK的 或者是说哪个产业可以逢低买进的 我也会在节目上跟各位做一个说明 因为呢 在一个操作期间一定会被做拉回的动作 但是被做拉回的其他的一个产业 或者一个个股可能比较早拉回 但是他已经也在做一个布局的动作了 那我们也不能去忽略 所以在这个地方可以去做 可以去做一个低点买进的动作 不要再去做一个追高了 现在来讲呢 什么都不用考虑 所以先不要考虑追高这两个字 所以呢 各位 我们看这个地方 各位对我的股票也很熟 旺系 从一月初 一月初的时候 我跟大家做了一个 做了一个报告 我想请问 在这个地方 有没有听过我 对他的做法是不对的 我所谓的做法不对是什么 有没有听过我去看空他的 有没有 在这个地方的时候 一月八号 旺系 在这个地方的时候 一路上去 一路上去 不管是 三六六一四星ky 旺系 旗系 旗红 双红 散热骨 我有没有在 五月一号以前 跟大家讲 他不OK 没有 那个时候他的气势如红 他的趋势 趋势多头的力道 非常非常的足 非常非常的足 但是后面呢 他变弱了 变弱了 那变弱我会有什么样的想法 我当然会去 警觉一下 他会不会有另外一个方向 另外一个方向 好 这个地方是他的一个 创新高的 5月9号 463元 463元 各位 但是各位还记得吗 我在这个地方 就做了放空的动作了 然后做了一个回补 在400元左右 做了一个回补的动作 拉了上来 再去做放空 在这个地方 再去做 416元的回补动作 那现在的动作 他的多头的力道 是这个样子 所以我不是说 看坏一档个股 不是 而是说 现在这个时机点 如果说 他们也换手了 他们的想法也变了 那我当然也要变啊 我不能 我不可能一路 一路就是多头上去 因为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就算这台积电也不可能 未来的台积电 都一定会有高点 这个是我们都知道的 因为我们的台股也不可能 也仅限于在 21500点左右 这也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 但是 总不能说 我就去抱着不动 去抱着不动 对不对 所以在这个地方来讲的话 我必须要去做一个 多空的一个判断动作 好 这个是旺系的动作 今天跌了多少 今天跌了3% 从446元 一路跌到426 所以在盘中来讲 这个地方也有20元 被做拉回的动作 那这档个股呢 山寨24的那个双红 双红在今天开了一个小高 开盘是861 最高是866 各位 在这个地方最低来到802 802 今天跌的将近有7% 就一路下来了 但是以它的K线形态来看 各位我们看一下这里 先看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在4月9号 最高是873 但是上个礼拜五 它创下了一个新高 也不过是876 那如果说它的多投力道是强的 它不应该在上个礼拜五的时候 只比4月9号的873元多了3块 我这样子讲可以接受吗 所以说假设以我们4月19号 19291 跌到那个低点上来 我们的台股也涨了2200点之多 但是呢 但是双红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 它虽然有做一个拉抬的动作 到了这个地方也有创下了新高 但是它这里的强度 远不如它之前的这个强度 各位晓得我在说什么吗 各位晓得我在说什么吗 所以在这个地方来讲 我们必须要去看 它的强弱度的状况 再去判断它一个未来的趋势 它是灰达的股票 在节目上3月21号 我也跟大家报告 灰达GTC的伙伴 那当然这个礼拜呢 回答的财报 会做一个揭露的动作 但是呢 它的财报 或许是好的 但是如果有卖压的时候 该怎么办 该怎么办 如果说没有卖压 大家大家一路跟着 回答的财报上去 那这个时候又有很多的 个股会在最低点的那个时候 等着你买 等着你赚 了解吗 因为那个最低点的 最低点的位阶 才是他们一个多头 另外一个的开始 所以这个地方我会密切的注意 有什么好的个股 我会在节目上跟各位做一个说明 那三二方面来讲的话 三零一七 这个地方也不能去做个忽略的动作 所以各位看这边 5月6号最高来到698 但是在4月18号最高是692 所以698跟这个692 最多也不过多了6块钱 如果按照之前 之前的新高动作 按照之前的新高动作 它的多头力道都是非常强势的 但是却从5月初开始 这个地方出现了震荡的动作 而且5月6号它这个高点的698 各位现在来讲的 每一个每一个环节 每一个环节的前高 都没有做一个突破的动作 那今天呢 今天它也跌了3%多 也跌了3%多 所以在这个地方来讲的话 这个产业从1月2号开始 在节目中我跟着大家 带着会员一路做多上去 一路做多上去 那到了某一个时机点的时候 我看到了力道的方向 没有那么跟之前一样的 那么的充足 那么充沛的时候 我是不是应该有一个 另外一个反向的投资策略 有的 当然有的 那也做了好几次 也在节目上跟各位 做了一个说明动作 所以各位手上如果说 现在有想要买 现在的散热的话 散热的话 当然 我的节目你就一定要看 它会变强 我会知道 它变弱 我也会知道 那在这个地方来讲 不管它变强或变弱 我都一定要带着会员 去做这些获利的动作 那最近呢 很多投资朋友也问我 雷光老师 矽光子你怎么看 各位 我如果记得没有错的话 矽光子是被台积电 在近期被台积电给带上来的 那这个时候 竟然是被台积电给带上来 那请问 这个时候矽光子 它的涨跌 是不是要看台积电 那台积电会不会是他们的导游 他们的领军者 是的 我们看这个地方 我们看这个地方 上全 上全 各位 有没有看到 5月16号 是它的高点 新高价163元 那各位刚刚看到了台积电 5月16号 是多少钱 是一个高点 856元 所以上全 矽光子 就是跟着台积电 去再走的 3234也是一样 光环也是一样 5月16号的时候 最高是52 然后现在被拉回了 被拉回来 3363上全 也被拉回来 尤其是5月16号 这一天 最高是163元 最低是137.5 开盘是156 这个差距很大 这个差距就很大 所以说假设 以这根黑黑来讲的话 你会认为 阻力没有出场吗 对不对 如果说阻力已经 已经有做出场的动作 就算你要买 也要观望一下 也要再观望一下 而不是有低点 你认为是一个低点 就给它买进去 假设在出货区呢 那你那个低点 就不是低点 因为你会碰到 比它更低的一个新的低点 所以在这个地方来讲 矽光子这个地方 我也建议各位 你们就是不要再追了 就不要再追了 如果说真的要买 你也要等到2330台积电 上涨的时候啊 如果台积电拉回来 再做上涨的动作 你有兴趣去做矽光子 这才可以 但是现在来讲的话 当然是都不要买 更何况什么 还记得吗 上个礼拜四 我就跟各位报告 红基华硕 我都把它卖掉了 各位 看一下今天的华硕 今天华硕是高点 521 但是上个礼拜四呢 是520 今天的高点也比它多一元 但是今天已经跌到多少 最低跌到501 各位 这是华硕 所以现在来讲的话 我不是说现在的AI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只是说现在的AI 有很多 目前都是在高点 就算不算是高点 它也在一个 在一个 颈部的位置 那到底后面 AI还可不可以再追 那当然跟 回答这个方面的财报 有绝对的关系 但是大家都说 它的财报很好 我也不否认 但是重点是 假设那个好的 是一个利多出镜的 一个题材 那会不会造成一个卖压 这个材是我们要注意的 总不能说这个好 我们就把它追进去 万一 不是你想像的呢 不是你想像那么多的如意呢 所以在这个地方来讲 我还是必须要 跟各位讲 你们真的要警惕一下 要警惕一下 以目前的状况来讲 520不是今天的520 不是一般的520 不是去年前年大前年的520 了解吗 今年的520 是具有意义性的一天 所以到底这一天 会不会是一个多空转折 这是我们投资人 必须要知道的事情 但是假设 以今天的盘式来看 各位 好像看起来 没有什么通方 也没有什么多方 对不对 虽然在这个地方 被杀了200点下来 但是随即这个地方 又做了一个拉抬的动作 又做了一个拉抬的动作 既然是这个样子的话 那会去怎么想呢 难道这边的拉抬 不是一个面子的拉抬 拉抬吗 就像我说的 这是一个台积电的缺口 如果今天它没有拉上来 各位 这个是一个实体黑K 完全把这个地方的缺口 各位知道我要说什么吗 所以我们还是要注意 待会再跟各位说明 广告回来 还有什么产业 是我们要特别注意的 我们进广告 投资人请注意以下三不要 1.不要在买东买西买股票 开闸货店毫无头绪 2.不要在道听途说 追勾股票赚少赔多 3.不要不设停损 促进总统套房 现在就让这具专业的股市军师 带您掌握趋势题材 产业股票低买高卖操作 赢得年度最大波段利润 您要改变吗 现在立刻加入赢家专线 02 2752 5868 2752 5868 成东斗库 三大保证 第一保证 正派经营 绝不可公司派大股东主力作手 勾结坑沙散步 第二保证 诚信为本 以绩效诚信 为公司营运主轴 第三保证 贷进一定贷出 精选持股持股集中 保证贷进一定贷出 成东斗库 拥有股票 奇货 双振兆 带您领先动心市场 稳借获利 无往不利 成都同步 值得托付 02 2752 5868 2752 5868 2752 5868 上个礼拜三呢 我就一直在注意台积电的美股的ADR 还有挥达 目前来讲的话 他们的K线呢 是被做一个拉回的动作的 那当然呢 现在来讲的话 不晓得 会不会因为财报 好的问题 然后再做一个拉抬的动作 这个都不打紧 但是重点是什么 假设真的有一个拉抬的动作 让你有一个好股价遇到 各位 我还特意建议各位 这个地方呢 田律才是最重要的 那以台积电来讲的话 5月16号的856元 跟今天的822 各位 我们来看这个地方 其实今天最重要的是台积电 为什么呢 因为今天台积电碰到的是 左边的这个缺口 碰到的是左边这个缺口 通常台积电要去碰到一个缺口 不是那么一件简单的事情 至少不会说 当天呢 就做一个处理的动作 也会分个两三天 也会分个两三天 所以说到底有多少的外资 在现在呢 想要利用台积电 再去做一个提款机 我们必须要去做一个 这方面的一个心理准备 因为假设台积电被 被当成一个提款机的时候 我们的台股是会跌的 那你手上的 你手上的个股 绝大部分都跟台积电 会有绝对的关系 尤其是电池产业 那这个时候 是不是也要去注意 我们手上的个股在这个地方 是不是也要去去注意 做一个防范 什么防范呢 提前出场 提前出场的动作 所以说我们可以先出场 那后面有一个好的时机点 可以我们去买的时候 我们再去买 或者是说 现在我们的出场点 就是在一个 就是在一个高点 顿化的地方 那我们在高点 一个顿化的地方 把它卖掉 那手上的资金呢 可以去充分准备 位阶比较低的 一个低位阶的 对不对 那低位阶的话 去做一个充分准备 也比较好 因为它 就算要做一个拉回 也是有限的 也是有限的 所以说 很多的个股 在之前都有跟大家报告 各位我们看这档个股 合金 这个算不算低 这个算不算低位阶 这个算低位阶 这个算低位阶 那各位还记不记得 在那个时候 我介绍了各位的细晶元 对不对 在那个时间点 我介绍了细晶元 而且我介绍 我跟各位报告的是 这档股票 记不记得 环球金 记不记得 我跟各位报告的是环球金 那今天环球金到哪里了呢 在这个底部的波段 它上来了 它上来 今天最高是525 各位 这个地方是我介绍各位的 那既然在这个地方 去介绍各位 就是要跟大家讲 不要去追高了 不要去追高了 现在你一定要去注意 低位阶的 所以呢 不管是环球金 不管 不管是 合金 在这个地方来讲的话 都是一个 都是一个位阶低的 看到这两个位阶了吗 都是一个位阶低的 所以在这边来讲的话 还是要跟各位讲 你的股价如果现在是 是在一个高档顿化 顿化的时候 顿化的时候 以现在行情 我建议你 先做一个提力的动作 然后呢 随时准备 现在低位阶的 低位阶的 因为这些低位阶的 他们是有 有动机目的的 我现在想了解吗 那这些动机目的 很可能 不小心 就涨了一根涨停板 就涨了一根涨停板 到那个时候 你要获利了结也可以 或者是再稍等看看 他会不会再继续 再做一个拉抬的动作 你的选择性都非常多 所以现在来讲 不管如何 AI如果碰到的高股 那不是高股 是高点的时候 不要再追了 有任何的疑问 欢迎各位加入我的line 欢迎各位加入我的line 我会告诉你 你现在手上的股票 该怎么办 我们明年见 本服务公司 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神圣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中国人不作用 亩 Gonzalez 中国人不作用